没有任何人有意义为你的童年因应去买单 去应对你的人生课题 这个是师太的修行 是师太需要去解决的人生课题 不应该强加给他人的 拨开世间万象 解密背后真实 大家好 我是野生AI产品 前面两个视频 我们分析了3月9日 师太礼听直播前后发生的事情 总结下来就是 前期礼听觉得委屈 所以特意在王志安女友即将临场的节骨眼上 对王志安进行极限的挑衅激怒他 最终王志安咆哮爆发 报警双方彻底撕破脸 师太礼听和王志安的核心冲突就是 离婚时王志安承诺过不孕不育 今天我们就详细来分析下 这个承诺的前因后果 谁对谁错 针对这个承诺 王志安发帖中明确说到 我从未在离婚时 承诺不再结婚 不生育 针对王志安的这个说法 师太有发视频进行回应 在本节的最后有原视频 视频的文字内容大概是这样 其实通过他们俩的回应 我们基本上能还原出来这个事情的原貌 到底是怎样 针对这个不孕不育的承诺 我们先从底线的法律上来看 这个要求合法吗 斯太里丁比较介意 没有把这一条写在离婚协议上 让王志安有机会违背约定 甚至他在视频中都有说到 没有写在协议里的承诺 不要相信 不能写在协议里的承诺 请不要相信 法律支持这样的约定吗 我国的法律规定 禁止生育的条款 因侵犯法定权益 通常会被法院判定为无效条款 法院在处理涉及生育的协议时 通常以侵害人身自由 否定其效力 比如夫妻间约定 不得生育的协议 若一方后悔 另一方是无法强制履行的 不仅在中国 日本的法律也一样 生育自由 被视为个人生活选择的核心权利 政府和他人不得无理干涉 不能通过协议 强制剥夺一方的选择权 夫妻约定永久不再生育 一方后悔 法院通常不会强制履行协议 像这一类的法律规定 都可以上网搜索和询问AI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 法律都不支持这种约定 也就是说 即使按师太李丁的说法 将他写在离婚协议里 他也是无效的 不能写在协议里的承诺 请不要相信 能写在协议里的非法要求 承诺也是无效的 从法律上来看 李丁要求王志安不孕不育 是不合法的 法律上不支持 我们从更高要求的道德层面上来看 王志安是否承诺做到法律底线以上的要求 我们来看李丁在视频中描述 王志安当时说的原话 王志安当时是说 这个你大可以放心 说实话 我对婚姻也怕了 以后大概率不会再结婚 生孩子更不可能 看我们红线标出来的这个话 以后大概率不会再结婚 生孩子更不可能 女儿她会得到我全部的父爱 我答应你的事是不会骗你 王志安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是在做承诺吗 针对这几句话 我觉得有以下几种心态 可能是在王志安说话的时候 他的心里说出的这个话的一个态度 第一个是 这不是承诺 只是客观的陈述 未来自己大概率可能发生的事实 第二 这不是承诺 除了陈述事实之外 也表达出自己对这样可能性的一种认同 认为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态度 或者说是人生归属就是这样 第三种是不是承诺 同时知道理听的要求不合理 短期内无法扭转理听的观念 所以陈述这个事实 后续理听可能自己会慢慢理解到 这个要求不太对 第四种可能是 这个不是承诺 也知道理听的要求不合理 但扭转理听这种错误观念 并不是自己的责任 后续理听需要自己理解到 这个要求不对 这是理听自己人生的修行 第五个是 这不是承诺 但理听有童年阴影 有抑郁症 我直接指出这个承诺不对 会开始新一轮的争执 先顺着他说 不戳他痛楚 照顾他的抑郁症和童年阴影 第六种 这不是承诺 哄着理听 不在这种观念上进行争执 相当于情侣之间沟通的时候 不在一些 容易发生争执的问题进行讨论 第七 这个是承诺 承诺的时候 王志安也是真心的 但和结婚誓言一样 后续碰到了真爱 承诺无法再遵守 第八种可能是 这个是承诺 承诺的时候 就不是真心的 当时王志安就打定主意了 我就是要生二胎 所以刻意欺骗理听 还有剩下的 第九种 第十种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在这些心理中怀有恶意欺骗符合理听控诉的就是第八种 小伙伴们觉得王志安当时的心理是哪一种的 王志安是清楚的知道这个要求是不合法的 他如果真心的要哄骗理听 那么直接听一听的把这条写到离婚协议里面能产生更好的哄骗效果 在当时王志安和李听离婚的时候 王志安已经被封杀了两年多 工作上毫无收入 前途未卜 结合李听描述中王志安说话的这个语气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二三七这三种可能的 在道德上来看 当时王志安如果不是纯心欺骗李听 也就是说八这一种情况的话 其实都很难说王志安在道德上有多大的错误 并且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李听的这个要求 他合乎道德吗 李听有童年阴影缺少妇癌 恐惧女儿会重蹈他的负责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他的解决方案是 要求王志安不孕不育 问题来了 王志安有必要为李听的童年阴影买单吗 李听的童年遭遇很令人同情 这种心理阴影也很难摆脱 但有个残酷的事实是 李听的心理问题 他的心理阴影 是他自己需要去面对的人生课题 没有任何人有义务 为他这种心理阴影买单 当王志安和他还是夫妻的时候 王志安会照顾和体谅 他的心理 他的情绪 哪怕是那个时候 这种体谅也不是义务 而是对爱人的一种付出 一种感情 一种爱情的体现 作为女方 不应该把这种体谅 当成理所应当的享受 当作爱人应该尽的本分 这个应该是双方爱情之外 额外的付出 是需要感激 是需要给出爱的回应的 爱人都没有义务 为对方的童年阴影买单 更何况是离婚后的前夫了 没有任何人有义务 为你的童年阴影去买单 去应对你的人生课题 这个是师太的修行 是师太需要去解决的人生课题 不应该强加给他人的 师太将自己的童年阴影 强加给前夫王志安 要求王志安为了解决他自己的心理阴影 做到不孕不育 这点是师太没有作对 无论是从道德上 还是从法律上来看 他的要求都是没有道理的 一个既不合法又不合情的 不孕不育要求 王志安没有答应 就算是当时他答应了 后来反悔了 我想问一下 这有什么问题吗 哪怕是王志安离婚时 就是打定主意欺骗他 当时王志安就是想生二胎 那也仅仅是变成了 李廷的要求不对 王志安也没安好心 两个人都没有正确的想法 正确的做法 这个也不能让李廷的要求 变成正确 一码归一码 就事论事 王志安哪怕在这个事情上 就是打定主意欺骗他 做错了 也不代表李廷的要求就对了 当然我也理解 李廷在直播时的崩溃 其实不仅仅是关乎前夫 违背不孕不欲的承诺 更多的时候是在哭诉自己 这些年的命运 不甘心 这些年自己怎么变成这样 其实这个时候是需要王志安付出极大的耐心 去安抚和安慰他的这种情绪 但是王志安已经是前夫了 他其实没有义务一定要安抚这一个事情 更何况当时王志安还有自己的县女友正要领彩 所以需要去照顾 下节我们就来聊聊李廷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王志安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是野生AI产品 陪你一起成长 第五条 王志安在声明中说 从未在离婚时承诺不再婚不生育 相反我们的离婚协议里 明确写有我们彼此再婚的约定 也详细约定了他一旦再有子女双方子女的权益 是的 你的确没有承诺不再婚 但你承诺了不再生别的孩子 而且我也没有跟你约定彼此再婚 我当时说的是我应该会谈恋爱 但至少在女儿成年之前我不会再结婚 我自己饱受继父的折磨 绝对不会再给我的女儿带来哪怕一丁点的风险 真实情况是 尽管我2019年12月就同意离婚 但是真到了21年2月王志安要签离婚协议时 我又犹豫了 坦白说我不甘心 我已经失去了这么多 我为你退出了网络 放弃了工作 离开了管理的亲人 为什么做完这么多让步以后还是一败徒弟 更重要的是 有时候内心的恐惧并没有那么容易克服 在很多不经意的时候 他又突然杀个鬼马枪 我跟王志安说我下不了决心 你知道我唯一的顾虑就是孩子 我这辈子最深的恐惧最无法摆脱的痛苦都来源于父亲的缺失 那些阴影就时至今日还在影响我 我真的很怕女儿变成下一个我 网站说这个你大可以放心 说实话我对婚姻也怕了 以后大概率不会再结婚 生孩子更不可能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年过半百了 还有高血压 我天天吃药 这你也知道 我是什么孩子 我就只有我们的女儿这么一个孩子 我向你保证 她会得到我全部的负爱 我说那你写在离婚协议上 王志安说 你看你根本就不懂 这种条款写了也没有法律效率 写进去还让整个离婚协议都形同儿戏 那离婚协议还让有个基本的范式 他说李婷啊 我们虽然生活中有很多矛盾 但是你对我这个人应该还是很了解的 我平常怎么为人处事 什么人品 你也是知道的 我答应你的事不会骗你的 那个时候我真的相信了 我有点感动 但是更心酸 我心想对方为了离开我的领愿 开出这种条件 那也确实也应该放手了 放手是放过对方 也是放过自己 很多人来质问我 你凭什么离婚了 要求对方不再生孩子 看清楚啊 不是我要求 是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 对方为了让我尽快下定决心 而自己主动许诺的 写意里确实写着 如果王志安今后 遇有其他子女在遗产分配时 不应理听于王志安婚姻的破裂 而使其女儿与其他子女区别对待 那是因为他当时跟我说 给我上个双保险 就即使退一万步数 将来有变数 至少女儿依然有保证 这还写着啊 如果王志安今后育有其他子女 其他子女的抚养费超过每年一百万日元 则我女儿的抚养费应随之上涨至持平 我现在看到这条啊 我的笑话我自己当年的智商 你今后育有其他子女抚养费是多少 我怎么可能知道啊 我怎么去保证抚养费持平 前几天有个人说 你一个中科院的理科博士 人家说什么就试什么 你脑子呢 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的 一路在高校里边从大学上到博士 毕业直接进科研院所工作 这种读书读出来的聪明 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 见多识广走南闯北 调查记者的聪明 那就没有可比性 当然更要笑话我智商的是 我居然庆幸你口头许 那我不会认其他孩子 现在你说你没说 我说你说了 陷入各执一词的僵局 我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 不过我提供一点细节 供大家参考 王志安有女朋友的事情 我很早就知道 她没有瞒我 但是她要生孩子的事情 却瞒得滴水不漏 直到孕中九个半月 我才知道 而且还是通过女儿才知道的 正如她在声明中所说 大约两周前 李廷获知我女朋友怀孕 即将临产 她情绪由此爆发 是的 大概两周前 王志安说接女儿去她家 女儿回来一直闷闷不乐 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妈妈 你赶紧给我找个后爸好不好 我说为什么呀 她说爸爸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她以后肯定会更喜欢 新生出来的小妹妹 虽然爸爸更想要男孩子 我和小妹妹都是女的 但是她更小 爸爸肯定还是更喜欢她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哪来的小妹妹 我怎么不知道 女儿说 那爸爸都带我见那个阿姨了 她肚子里边已经有小妹妹了 她住在爸爸家 爸爸还说我比小妹妹大八岁 以后当大姐姐了 要学会照顾小妹妹 我当时差点气晕过去 后来我跟王志安争执的时候 她矢口否认自己曾经承诺过不再生孩子 我看着她那张义正词严的脸 有一瞬间我都恍惚了 我甚至真的在想我是不是记错了 后来我说 好 如果你没有答应过 你问心无愧 那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有孩子 你有女朋友的事 你毫无心理负担张口就说 你有孩子的事你为什么不敢说 你憋了九个半月都不敢说 你心里没鬼吗 她说 我不敢说是因为我就知道你会闹 不代表我心里有鬼 我说说的好 你为什么提前预知我会闹 你怎么判断出来 你有女朋友我不会闹 但是有孩子我就一定会闹 而且还被你判断对了 因为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当年答应过过什么 而且不仅仅是当年 事实上这几年 你经常重复类似的话 王瞻你可以骗别人 你骗不了你自己 你那些不经意的行为 出卖了你自己 当然了 这不是什么铁证 只是大家判断的时候辅助参考吧 对不起